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今天天高海阔讲新闻跟大家来聊一下 有关最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次重要的裁决 这次裁决是源于美国司法部控告德州 因为德州前不久通过了一个八号法案 这个八号法案就是用十分严苛的标准来规定 当地就是德州的女性有关堕胎的 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所以德州的八号法案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争议大到连联邦的司法部都要起诉德州 我们首先从联邦司法部起诉德州这样的行为 我们可以来理解美国模式的民主 在节目里边我们没讲到民主 自由 资本主义制度 专制统治或者是社会主义制度 这种概念的时候 有一些听众朋友都会问 那么美国这个民主到底是个好的民主 还是个坏的民主呢 美国的民主到底是真的还是假呢 美国的民主难道是完美的吗 其实我们说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 或者社会制度肯定没有完美的 目前无论实现什么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的 因为一个国家它的制度也好 它的国家的统治的状况也好 肯定都会有很多矛盾很多问题 只不过这个政治制度是不是能够最好的 最有效的 最公平的来解决这些难题 美国式的民主跟其他国家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美国的民主有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的联邦制 所谓的联邦制呢 就是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联邦 联邦有自己的权利 但是这个联邦的组成的部分 美国的每一个州都有自己州的权利 所以你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里边 你很难看到一个国家的司法部去控告一个地方政府 我们就举中国大陆的例子好了 你绝对不会看到中国的司法部 中国的公安部 中国的民政部 中国的什么这个部那个部 去控告某某省政府 他在哪个事情上违反了中国的宪法 而美国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美国是一个联邦有联邦权 州有州权的地方 联邦的权利 比如说国防外交金融 包括这个铸币 这属于联邦的权利 各州不得侵犯联邦的权利 但是呢 州也有自己的权利 州有自己的立法权 为什么要有联邦的权利 跟州的权利互相制衡呢 这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举过例子的 你今天选出了拜登是美国总统 这并不代表拜登当美国总统 是德州人的选择 德州人可能会选择了川普当美国总统 但是呢 作为整个联邦的选举来说 我们以选举人票 作为一个最后的一个标准 那么谁能够成为美国总统 那么结果是拜登成为美国总统 但是拜登的很多政策 不一定符合德州人的利益 所以德州的这个立法机关 就有权来制定自己州的法律 当然当地方法律 跟联邦的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 应该以联邦的法律为准 但是这是一般的情况 如果地方政府觉得 联邦的法律可能伤害了 本州的利益 联邦也好 州也好 都可以对某一条法律提出诉讼 最终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对这个诉讼做出一个裁决 那么这是美国的司法部 控告德州政府 就是这种联邦跟州权力 之间关系的一个表现 那么我们先说 德州通过了一个什么样的法案呢 在德州啊 这个称之为八号法案 通过之后呢 在今年的九月一号已经生效了 它具体的内容啊 就是限制妇女的堕胎权 当然是在德州的范围之内 根据德州的这个法律 一旦医护人员能够 侦测到胎儿的心跳 这个时候大概女性怀孕的时间 是六周左右 那么如果一旦 医护人员侦测到这个胎儿心跳 那么这个妇女啊 就被禁止堕胎 这个法案的这个争议啊 不但在于说禁止妇女堕胎 它的最大的争议是在于 这种情况哪怕是因为强奸 或者是乱伦 从而导致了怀孕 这种情况也受这个法律的管辖 所以无论你是在什么样情况下 只要你怀孕超过六周 在德州范围之内就禁止堕胎 除此之外啊 这个法律还要求 民众对这种私下堕胎的行为 可以检举 一旦检举成功的话呢 那么检举人可以得到 一万美元的奖金 这个奖金谁付呢 当然是由这个违反堕胎法律的人来付 那么德州根据自己州的权利 进行了立法 那么为什么联邦的司法部 却要去控告德州呢 这个官司为什么打到联邦最高法院呢 我们首先说 从这个官司的司法理念来说 它是一个关于尊重生命 与保护自由之间的这个争议 我们知道美国是以新教立国的国家 在这个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教育当中啊 一般都是反对 甚至是禁止堕胎的 特别是天主教在这方面呢 要求的比较严苛 这种禁止堕胎的理念呢 源自于对生命的尊重 那么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的道德观念 那么传统和道德观念是反对堕胎的 因为要尊重生命 那么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胎儿 它都是属于人类的生命 所以呢 从宗教的理念上过去是反对堕胎的 但是啊 这种传统的理念 在女权运动的发展过程当中呢 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冲突 女权主义在这个女权运动发展过程当中啊 他们提出了这样的理念 女性应该有自己的自由 由自己来决定需不需要怀孕 需不需要生儿育女 因为在女性运动过程当中啊 产生了一些比较极端的思想 认为为什么女性要承担生儿育女的这个责任呢 为什么女性要被生儿育女所绑住自己的自由呢 我们知道如果生儿育女的话 最起码这个怀孕期会在十个月左右 那么这十个月到两年的时间 可能女性因为怀孕啊 因为要养育自己的儿女啊 她的自由就受到了一定的速播 所以呢 很多女权主义者认为 女性不应该被生儿育女所捆绑 但是生儿育女是传统的这个家庭 一般的生活模式 所以啊 女权运动不断的发展 甚至产生了一些极端的理念 这就跟传统的观念啊 产生了非常大的冲突 女权运动的倡导者 在政治光谱上啊 她是属于自由派 或者属于极端的自由派 那么所以呢 极端自由派在女权运动发展过程当中 提出了很多口号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很多女性说 我的子宫我做主 就是意思说 怀不怀孕 要不要生儿育女 是由我做主的 但是传统的保守观念认为 你的子宫你做主 这一点我不反对 但是你一旦怀孕了 你除了尊重你的自由权利之外 你要不要尊重子宫里面这个生命呢 我们知道无论是保守主义者 还是自由主义者 他们的这个很多政治口号当中啊 都有一个重叠地方 就是尊重生命 不过呢 尊重生命的方式却不太一样 比如说今天美国 很多极端的环保组织 他们经常在媒体上啊 会制造这样的新闻 我看过最令我难以理解的 就是有一只Coyote 就是我们通常美国 经常见的这种胶囊 掉到了一个坑里面 而这个掉到坑里面 凯欧体呢 正好是一只怀孕的一只母狼 他准备生产了 那么在无意当中 被一些野外运动者发现了 哇 于是环保团体啊 什么人道主义组织啊 还有等等这些组织 一起发动了对这只胶囊的这个救援 不但把这只胶囊 从坑里面救了出来 还给他安置了十分舒适的这个住所 那么给他提供食物 等到这个胶囊生出一国小狼之后呢 也对这些小狼进行了无微不至的照顾 这些小狼出生之后啊 这些环保主义者啊 这些什么动物保护组织的成员啊 感动的热泪盈眶 你看到这个新闻 你会觉得很感动吗 我觉得胶囊在美国是一种常见的动物 胶囊本身在他的这个生活过程当中啊 就有生老病死 每一天都有胶囊被自己的同类 在攻击当中杀害 或者胶囊因为某种原因死亡 这只掉到坑里面的胶囊 真是有这么伟大吗 呃 我们且去认同这些环保组织 动物保护组织的理念 说这个胶囊是个生命 他应该得到尊重 那么这个胶囊肚子里怀的小狼呢 也是生命 所以要得到尊重 于是保守派就问 那么如果狼怀孕是值得尊重的话 是一个值得尊重的生命的话 那么女性怀孕的时候 他子宫里边的那个婴儿 是不是也是一个值得尊重的生命呢 那么为什么这个生命 你就可以以自由的理念去消灭它呢 毕竟堕胎是消灭了一个人类的生命 那么跟这个保护胶囊肚子里边的小狼相比 那么这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 这些女权主义者 是不是有双重的标准呢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聊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这个裁决 对于美国社会来说 意义在哪里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坡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司法部对德州的诉讼 在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了裁决 那么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认为 德州的八号法案 就是那个严格禁止堕胎的法案 可以继续存在 那么这个裁决的意义在哪里呢 上节我们讲 其实这次这个司法诉讼 就是美国保守派跟自由派 关于核心理念之争 对妇女怀孕之后胎儿的保护 在保守派看来 这是对生命的尊重 但是在自由派看来 这是限缩了女性的权利 因为女权主义者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 他们提出的口号是 我的子宫我做主 要不要怀孕 要不要生儿育女是我做主的 但是保守派认为 你怀不怀孕 当然是你的权利 但是你一旦怀孕的话 这个胎儿已经有心跳了 它已经是一个人类的生命体 那么如果你用堕胎这种方式 等于杀害了一个人类的生命 那么这种做法 是违反传统的理念的 所以这次诉讼 关键的争议点就在这里 我们过去传统社会的 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 已经维系了很多年了 比如说男女不同的性别 在社会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中国人经常讲男跟女之 那么女性在生儿育女过程当中 承担了非常重的责任 这是过去传统社会 传统家庭的生活方式 但是今天在美国 自由主义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 很多一些极端的思想产生 所以在这个大的政治背景之下 对这个男性跟女性 在社会当中 在生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也有很多新的想法 比如说有些女性就会问 为什么生儿育女 一定是要女人来做 难道男人不能做吗 这种问题问多了 还真是有一些 个别荒唐的科学家 去进行一个研究 说男人能不能用自己的身体 某一部分怀孕 怀孕之后 以后会不会生儿育女 可以由男人承担 这种所谓的人体生命革命性的研究 我们且不说它有多荒唐 哪怕这种研究能够成功 它能够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的生活模式 我觉得这个目的是达不到的 如果女性因为自己个人的选择 选择不怀孕 我想这个无可厚非 但是怀孕之后 要不要尊重这个子宫里边的生命呢 现在在社会上有非常大的争议 这种争议其实是美国社会 乃至全世界保守派跟自由派之间的争议 我们知道在美国有很多极端的左派的思想 正在美国蔓延 这种极左的思想 其实有一个本质上的表现 就是要对过去传统的一切 通通都要推翻 比如说性别要推翻 我们过去只知道有男性女性 后来我们对性取向有不同的选择 我们提出了包容跟尊重 但是现在性别取向 再也不是男性跟女性之外 有第三性 而是有几十个性别的认同 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性别认同 也带出了很多社会的问题 比如说男女厕所的使用方便 在运动项目当中 区分男女运动员的标准 都受到了冲击 除了性别之外 包括种族啊历史啊法律啊 在极端左派眼里面 通通都要推翻 比如说我们讲过的 关于美国警察经费的限缩 其实极端的左派 不但是要减少警察经费 他们根本最终的目的 是要在一个城市里面取消警局 没有警察局 没有人去维护社会治安 要靠一个什么社会关系委员会 来担任警察的角色 而这个执法的方式呢 跟警察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总之一句 美国现在的极左思潮 就是要推翻过去一切的传统观念 从这个性别到这个种族 到历史到法律 通通都要推翻 那么这种极端的左翼行为 越演越烈 就引起了保守派的反抗 而这次德州通过的八号法案 说穿了 就是保守派 对现在左派运动的一种反抗 德州通过了这个 严苛限制堕胎的法案 引起了争议 争议之后呢 就引起了不同的人 对德州这个法案提告 其实在美国司法部控告德州之前 已经有很多所谓的人权团体 一些什么妇女组织 对德州这个法案提出了控告 但是在地方法院 不同的这个裁决当中 德州这个八号提案 都没有被禁止 那么最终呢 这个官司就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而告德州的是 美国的联邦司法部 所以最终这个官司 就变成了美国保守派 跟自由派斗争的一个折射 我们知道过去其实有关妇女 堕胎权的问题 在美国最著名的就有罗素伟德案 当时罗素伟德案在美国 也是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 那么根据罗素伟德案 基本上妇女有权决定 自己要不要继续怀孕下去 妇女有自由堕胎的权利 那么当初这个罗素伟德案通过的时候 应该说是自由派一大胜利 那么为什么在那个时候 没有引起强烈的反抗呢 因为罗素伟德案只是在这个 宗教理念的背景之下 对妇女的堕胎权利进行了一个解释 认为女性有自己选择堕胎的权利 当时美国的极端的左派 极端的自由派的这个思潮的发展 没有像今天这么严重 所以在那种情况下 就没有引起保守派强烈的反抗 但是今天为什么德州 要突然通过一个八号法案 来严格限制女性的堕胎权呢 其实以其说德州 想限制女性的堕胎权 不如说德州的保守派 或者说美国的保守派 觉得在这种极左思潮不断蔓延的情况下 应该奋起反抗 再不反抗的话 美国社会的传统理念 传统的生活方式 通通都要被颠覆 这就是这件事情的真实的背景 那么在这个官司当中 我们看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最后裁决 德州的八号法案 可以继续进行下去 那么很多人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 难道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们瞎了眼了吗 在这个德州的八号法案当中 如果被强暴或者是家庭乱伦所引致的怀孕 也在这个法律的这个规管当中 那么以后是不是有某个女性 被强奸之后导致了怀孕 那么她应该要生下这个强奸犯 跟她的这个婴儿呢 其实这个问题 我们只要仔细的想一想 首先我们说强奸导致怀孕 或者家庭乱伦导致怀孕 这种几率有多大 很明显这种几率是很小的 那么即使几率很小 可能有些人认为还是会发生 如果发生的话 这样不是太过违反人道 违反这个社会道德传统了吗 其实我们还可以这样看 如果真是有某个女性 不幸在这种情况下怀孕的话 那么在这个事情 比如说强奸或者乱伦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的若干时间里边 这个女性可以采取某种措施 让自己不至于怀孕吗 从现代科学的手段来说 还是有可能的 因为根据德州这个法律 医护人员如果监听到胎儿的心跳 那么这个时候才禁止堕胎 换句话来说 如果不幸的事情真是发生了 那么受害的女性 还会有六个礼拜的时间采取措施 所以德州的立法者认为 这已经有足够的时间 防止这种悲剧的发生 其实说穿了 并不是德州的立法者们认为 有六个礼拜的时间 足够让这些受害女性采取措施 而根本就是这些立法者 在立法的时候 他就想到了未来可能有人 会利用这个法律的漏洞 让这个法律形同虚设 比如说这个法律规定 在被强奸的情况下 一旦怀孕的话 无论怀孕时间多长 都可以堕胎 那么以后就可能会出现 这样的案例 男女情侣在发生性关系之后 怀孕了 女方不愿意生下这个小孩 他可以告诉相关人员说 其实当时他跟这个男朋友 发生性关系的时候 他并不是完全情愿的 所以这要被规律到强奸 他男朋友坐不坐牢是一回事 但是呢 这个婴儿肯定就能够合法的堕胎 德州的立法者 就是考虑到未来 有可能发生这种案例 所以他们根本就把这个后路给堵死了 哪怕是强奸乱伦 只要怀孕了超过六周 只要侦测到婴儿的心跳 统统都不能堕胎 我想主要的目的就是 不想让这个法律有漏洞可专 这也是这条法律 在美国引起广泛争议的 最重要的一个要点 那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在处理联邦司法部 控告德州这个案件过程当中 做出裁决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案件的裁决 其实是宣示了美国保守派的回归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 司法部控告德州的八号法案 那么现在联邦最高法院 裁决德州的八号法案 就是严格限制 德州的女性堕胎这个法案 可以继续存在 那么在这次联邦最高法院 九位大法官的裁决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的保守的理念正在回归 那么讲到保守派跟自由派 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 也被分别贴上了保守派法官 跟自由派法官的标签 一般人认为 现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有六位保守派的大法官 有三位自由派大法官 所以这个比数是六比三 我在讲到联邦最高法院 法官保守派跟自由派的比例的时候 我一再说联邦最高法院 保守派跟自由派的法官比例 不是六比三 因为联邦最高法院 首席大法官罗伯特 他肯定不是一个保守派的大法官 那么为什么现在很多人 都把这个罗伯特 看成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一个保守派的大法官呢 因为罗伯特是由美国共和党的 总统布什所任命的 所以很多人认为 既然共和党总统任命的大法官 肯定在政治理念上 在法律的概念上 也属于保守派 其实罗伯特首席大法官 他基本上是个中间偏左的大法官 我们从他过去对一些 联邦最高法院所处理的案件 从他的这个法律观点 我们就看出 他肯定不是一个保守派大法官 所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保守派大法官跟自由派大法官 比例是多少呢 我觉得应该是五比四 我把这个罗伯特 划到自由派大法官里面 那么我们从这次联邦最高法院 处理司法部控告德州 这个案件 从支持票跟反对票的比例 我们也看出 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 跟自由派大法官的比例 确实是五比四 在这次这个案件当中 确实是五位保守派的大法官裁定 德州的八号法案可以继续存在 而四位自由派大法官认为 德州的这个八号法案应该被中止 那么四位自由派大法官 就包括了首席大法官罗伯特 但是在这个裁决当中 有另外一项 就是今后德州的民权团体 或者是德州的一些妇女组织 能不能继续控告德州的这个八号法案呢 因为通常我们知道 如果联邦最高法院做出裁决之后 那么这个裁决就应该是在 司法意义上的终审裁决 但是在这条问题上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以八比一的悬殊的这个比数 压倒性的通过了表决 以后德州的女性权益团体 或者是一些民权组织 可以继续对这个德州的法案进行提告 八比一 我们能说联邦最高法院 有八个自由派大法官 一个保守派大法官吗 其实并不是这样 这是对美国宪法 对美国司法概念的一个理解 首先是保守派大法官认为 德州的八号法案 并没有违反美国的宪法 所以它可以在德州继续存在下去 但是呢 如果将来德州有人 要继续对这个德州的八号法案 进行诉讼的话 法律上大门是打开的 因为这个裁决啊 所以美国很多媒体认为 这次德州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诉讼当中 只是获得了部分的胜利 因为今后对德州这个八号法案的诉讼 还会可能不断的出现 而在这个裁决的结果公布之后啊 首席大法官罗伯特 还有个人的表演 罗伯特在这次裁决公布之后啊 他写了一封信 给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同僚 他说呢 如果允许各州访效 德州议会那样的做法 绕过法院自行立法的话 那么这是对美国宪法制度最大的破坏 罗伯特大法官为什么会这么愤怒呢 因为我们知道 之前美国曾经发生过罗素伟德案 在罗素伟德案的这个司法诉讼过程当中啊 最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赋予了赋予有自由的权利 来决定自己要不要堕胎 那么罗素伟德案是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一个裁决 刚才我们说了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 基本上是美国司法体系当中的最终裁决 无论是地方政府也好 还是一些民权团体也好 都不应该对这个裁决做出法律上的挑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比如说德州这次对罗素伟德案 在提出一个司法的挑战 认为这个罗素伟德案违反了美国的宪法 违反了德州对美国法律的理解 那么这样的诉讼啊 联邦最高法院肯定不会受理的 因为相关的案件已经做出了裁决 而这个裁决是美国司法系统的这个最终裁决 但是德州这去裁决的方式啊 并不是去挑战罗素伟德案 而是以本周立法的形式 对这个有关妇女堕胎的权利进行了立法 而这个立法很明显推翻了联邦最高法院 对罗素伟德案的裁决 而这个德州自己通过的八号法案呢 又引起了司法诉讼 司法诉讼打到联邦最高法院之后呢 因为联邦最高法院现在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 所以从实际意义上推翻了 当初联邦最高法院罗素伟德案的这个裁决 这就是令到罗伯特愤怒地方 他说如果每一个州都像德州这样 绕开法院自行立法 然后呢推翻了之前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 这是对美国宪法最大的破坏 罗伯特首席大法官的愤怒有道理吗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确实德州是用这个方式推翻了过去罗素伟德案 也就是推翻了美国联邦法院 过去对同类案件的裁决 这次德州在法律上获得了胜利 这种立法的方式啊 确实有争议之处 但是我们也看到 这次德州之所以立法 其实背后的这个政治斗争的真实的核心 是因为保守理念跟自由理念之争 而这个保守理念跟自由理念之争 也反映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现在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这次裁决 我们看的非常明显了 就是保守派的法官现在是5票 自由派的法官呢是4票 那么我们可以预期未来相关保守派 跟自由派之争的类似的案件 裁决的结果都会是这样 之前大家说 你看在这个2020总统大选当中 有关这个大选是否有舞弊的很多裁决 在联邦最高法院都被驳回 都被拒绝 这说明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个保守派大法官 都变成了自由派大法官 当时我在节目里面就说 我们不能做出这样的判断 我们不能从这个有关大选舞弊的案件 不断的被驳回 或者不断的被不受理 就说联邦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 都变成了自由派 这是因为在美国的选举政治当中 有一些事情 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不能触碰的 一旦触碰的话 它影响的不但是美国的宪法 还是美国整个政治制度 所以当时特殊的事件 并不能代表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 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政治立场 所谓的政治立场 跟这个对法律的理解 并不是一个政治事件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观点的 联邦最高法院的每一位大法官 在他们学习法律 在他们的法律生涯当中 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注定了他的法律观点 跟他的政治立场 他绝对不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因素 可以改变的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民主党人 对联邦最高法院 九位大法官的构成 十分焦虑呢 我们知道现在联邦最高法院的 大法官当中 有一位自由派的大法官 布雷也已经83岁了 那么之前就有民主党的极左人士 在劝说这个布雷也应该辞职 如果布雷也不辞职的话 未来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自由派跟保守派的比例 很可能真是变成三比六了 因为现在还是五比四 首席大法官罗伯特 其实是个自由派大法官 但是如果布雷也不辞职的话 布雷也什么时候 会因为身体健康的原因 而离开了大法官这个职位呢 如果是现在拜登 还是当总统的话 那么作为现任总统 他有权提名一些法律界的人士 成为联邦最高法院新的大法官 当然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 不过现在参议院 共和党还是属于少数 民主党还是占微弱的多数的优势 那么所以现在如果拜登 任命一位自由派大法官 最起码可以让美国联邦 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这个比例 保持在保守派五名 自由派四名这样的比例 但是如果拜登在2024年 竞选连任失败的话 共和党人当了美国总统 而恰恰那个时候 布列耶大法官又病逝的话 那么那个时候 共和党人就有可能 再任命一位保守派大法官 那么整个联邦最高法院 保守派跟自由派之间的 这个势力对比 保守派就会更加巩固自己的优势 那么现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有可能再任命一位 新的自由派大法官吗 我们休息一下 后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经文 今天我们聊到了 美国联邦司法部控告德州 因为德州通过了八号法案 那么在这次司法诉讼当中 德州获得了大部分的胜利 因为这个八号法案 可以在德州继续推行下去 那么未来德州的女性 将会受到这个法案的约束 在严格的条件下规定 他们在怀孕六周之后 就不能堕胎 那么并且呢 如果有民众检举 这些堕胎的女性的话 民众可以得到 一万美元的奖金 那么钱当然 有违反这个法律的人支付 也可能是 做了堕胎手术的女性 也可能是帮女性 做堕胎手术的这些诊所 那么其实我们从 这个司法诉讼当中 让我们看到 美国现在在政治的斗争层面 关键的核心就是 保守派跟自由派的斗争 而在联邦最高法院的 大法官当中呢 其实也体现了这种斗争 现在联邦最高法院的 大法官保守派 大概有五位 那么自由派有四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引起了民主党 国会议员的焦虑 因为现在有一位 民主党的大法官布雷耶 已经83岁了 这个83岁的布雷耶 什么时候会离开 大法官的位置呢 如果他离开这个位置的话 会不会当时 正好是共和党人当总统 那么让共和党 再任命一位保守派大法官呢 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 那么未来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保守派的施力 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这是民主党人 特别是民主党内的 左派最担心的事情 所以不断有民主党的 极左派的政治人物 在问这个布雷耶 你到底什么时候退休 其实这些民主党的极左派 这么焦虑 是有原因的 我们知道 过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有一位非常著名的 极端自由派的大法官 金斯伯格 金斯伯格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的法官当中 他除了是女性 除了是犹太人之外 其实他更加著名的 他是一个极端的自由派 那么他的很多法律理念 得到了民主党 极端左派的认可 所以金斯伯格 对于民主党人来说 他在联邦最高法院 可以说是个国保级的人物 但是问题是金斯伯格 第一是年纪大了 第二身体不好 所以很多民主党人 既担心金斯伯格的身体健康 但是也不好跟他说 你是不是要辞职 你辞职的话 现在可以由总统奥巴马 马上任命一位自由派的大法官 但是金斯伯格 拒绝了极左派这个要求 金斯伯格觉得自己还行 还可以继续 在联邦最高法院 大法官的位置上工作下去 直到金斯伯格病逝的时候 民主党人发现灾难来了 因为当时正好是川普当总统 所以川普又任命了 一个女性的保守派大法官 进入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这就让保守派的势力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占据了优势 哪怕是首席大法官罗伯特 变成了自由派 保守派的大法官 还是占据了五位 那么这次在有关司法部 控告德州八号法案的 这个官司当中 就看到了保守派大法官 在联邦最高法院的作用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观察美国的政治 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 一个核心的斗争 就是保守派跟自由派之间的斗争 所谓的保守派 就是主张维护美国的传统价值 维护美国传统的生活方式 而自由派 就是要把一切过去的传统 统统都推翻 要进行所谓的革命 那么这种保守派跟自由派斗争 除了折射在政坛之外 我们也看到 这种斗争在法律界 也有非常高的体现 今天我们看到 在美国很多司法诉讼 那么有些官司 在地方法院的法官的裁决 跟到上述法院的裁决 可以说是大相径庭的 为什么呢 这就是法官本身的政治色彩 决定了这个案件 司法诉讼的结果 我们看到 在川普执政期间 美国就出现了 很多类似的司法诉讼 这些案件 比较集中在 有关移民的议题上 那么当时 应该说很多法官 都是以自由派的立场 对美国的移民法 对川普的行政命令 进行裁决 川普在执政的时候 他往往在很多司法诉讼当中 川普政府是败诉的 但是现在 好像美国的司法界 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怎么来的呢 其实我们讲到 川普当美国总统 虽然有很多争议 但是川普对保守派 在美国未来占据上风 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这就是川普在任内 十分注重做一个工作 就是任命联邦的法官 川普任命了 几百位联邦的法官 这些法官 所负责的领域不同 但是川普任命 他们以否 只有一个标准就看他们在这个法律观念上 跟政治立场上 是不是保守派的 所以我们在川普执政年代 我们表面上看到 川普有很多争议 有关美国的移民法 有关这个贸易政策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行政命令 都跟民主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但是任命法官这件事情上 因为这是总统的权利 表面上看并没有引起太大争议 但是这对美国未来政局的发展 就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川普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 未必在川普的任内 或者是在2020美国总统大选的 激烈的斗争当中 发挥他们的作用 但是未来在美国 因为政治斗争而产生的很多司法诉讼 这些保守派的大法官 都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前几天我们讲过的 川普留在墨西哥的政策 在拜登上台之后 第一时间被推翻了 现在拜登政府被迫要重新执行 留在墨西哥政策 不让非法移民来到美国 可以在美国生活工作 这个结果并不是拜登政府愿意看见的 但是因为美国法庭 对留在美国政策的裁决 迫使拜登政府在内外的压力之下 在司法的压力之下 拜登只好重新执行了 川普留在墨西哥的政策 所以我们说 现在我们看到了司法部控告 德州的八号法案 而德州获得了胜利 这并不是民主党跟共和党之间斗争的胜利 这是保守派跟自由派的斗争过程当中 保守派重新占据了上风 那么换句话来说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这个裁决 其实就告诉我们 美国的保守势力又回来了 当然美国的保守势力回来 得益于现在民主党的极左派 不断在美国制造了各种荒唐的事情 令到美国民众对极左派的所作所为 日益反感 而这种反感呢 又令到保守派的政治势力在美国重新获得了认可 其实我们不但可以从这次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 可以看到美国的保守势力再次回归 我们从前不久在各州举行的地方的学区教委的选举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选举当中 共和党人大面积的获得了胜利 获得了大多数教委的席位 其实这也是保守派跟自由派斗争的一个结果 因为今天在美国自由派最大的势力范围 就是在教育系统当中 而教育系统的一些极左的政策 引致了美国家长的反感 所以在选举当中 很多家长从这个政治素人 变成了在教委选举当中获胜 这一体现了美国中间选民 对极左的现象反感 从而催生了保守势力的重新回归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订阅